爆发力很强 就是这样子 可是这个腿是这样用的时候 不是了 我的腿是这样用的时候 它是每一块肌肉都参与的 这样产生出来的力量是这个力量 产生出来的力量是这个力量 是这个力量 所以我往前也是一样 来年纪轻的 我的手在这边 你换一下 我如果是直线 我的后腿 我的后腿是直线推 直线推出来的力是这个力 这是直的 我往前推 可是我的这个力 我还是可以什么 我还是可以产生一个螺旋力 是个转的 这样有没有动作 所以我虽然是这个样子 我虽然还是往前 可是不是用肌肉的爆发力 或肌肉的强度去把我往前推的 不是的 我往前的 我往前的 我还是一样在这边 我起来 我还是一样在这边产生一个螺旋力 这样子起来 是不是 所以当你有这个力量的时候 你的接手 为什么它是一个棚呢 它是一个 就是它的手来 如果我的腿的力量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的接手一定是直的嘛 我的接手一定是直的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当这样子来 当我一接手 我的腿的力量是这个样子以后 自然产生一个这个力量 我一接手这样子 我在 我在这边 我的腿一动 里面的力量一走 是不是就产生一个螺旋 这个力量就是 所以重点不在外面 重点是在你里面 你里面是什么力量 所以所有的差别 都是在里面 不同的力量 这样不动 所以你一动 你一动 我把它往这边 我如果直线把它往这边拉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直线拉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我一动的时候 我这边 我还是一个螺旋力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这个力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力 这边是这样转 后腿变成这样转 出来就是这样的力 就不是这种 不是这个力 我还以为那是跨的力 用跨的力量 也不是这个 往下也不是这个 那也可以用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更高级一点 更细 更细一点 更细一点 所以才可以 我的行都 我的行都不要动 比方讲我的手 比方我的手在这里 我的行都不要动 可是我里面的力量 一动就有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不是用的什么 它不是用的这个 它不是用的 不是用的这个力 不是用的腰力 不是用的跨力 都不是 是我接触点 我的身体产生这个力 我的接触就出来这个力 到它身上就是这个力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用肩膀跨都是当线 就是线的力量 对 就是螺旋的力量 对 所以这个力量会更大 三度空间 直线力对直线力可以靠 对 是不是 可是你直线力对螺旋力 你就不能靠 这样 这样懂吗 所以是在 我们的动作是在 在关节里面 你的肌肉的运用 是怎么运用的 是我的肌肉的运用 是这种运用 关节里面的力量 是一个这个力量 贯穿我的每一个关节 所以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 是我全身的关节 我全身的肌肉 都在参与这个活动 都在参与这个活动 我全身的肌肉 才可以 对 才可以 贯穿 对 贯穿 只需线的力量 局部的力量 不一样的力量 不一样的力量 所以才可以以弱力强 好 所以你們要從腿去找 從腿去找 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樣的運用 那個肢體運用的習習習慣 不一樣的運用方式 好 好 要從下面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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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層一層 循著腳底循著小腿 膝蓋大腿到胯到脊椎一層一層上來 要去練出來這個東西 好 要練到腿發熱 腿發熱 對 好 起碼先練到腿發熱 慢慢做 膝蓋不能跑掉 所以否則膝蓋會傷 好 你不可以這樣動作到膝蓋跑掉 膝蓋跑掉 這條線要正 這條線要正 你的螺旋在走的時候 那個中央那根線要正 你螺旋在走的時候 你中央那根線在搖 那根線在搖 螺旋就沒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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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